再來看這個政總統 談水病到底是在得下呢 總統府是回應說沒有這項決定 也不然會確保談水病的健康 也好說談地中是真感謝我給他的關心 說老爸心情很平靜 也講到這個海外口的情意 就是選舉永春的 願意全部關出來 總統蔡英文十七清新 接見港大國會訪問團 他們出秀架護總統的集結競電 蔡總統標示這是港大用實際的行動 典現大家的優勁 不過跟得下政總統談水病 總統府直接標示沒有這個決定 因為得下案要由總統府命令 經過行政議院復數 不過又已經忠實 行政議不會有設定中台政策 但水病的好生在淡地中 說到得下沒有希望 只出但水病的心情 很平靜不可能認罪 但在中中心共調控 願意把選舉春的情的海外口 全部關照公約使用 現在對蔡總統要把麻煩 留給亂請到 我問題認為說 多次這輩子新股總統 好想殺這人 蔡總統應該勤心向個人 來講清楚 很多陰謀論 什麼什麼兩個總統要 互相退卸責任 或兩個總統要 前後任總統要共同負擔責任 我覺得整個事件 到最後變成是耍人家 看新的這個法務部 那怎麼樣在這個程序上面 把它走完 我覺得對於賴政府來說的話 這個問題應該不會太棘手 然後也不是在 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就要去面對到的問題 現在混帥 法律正在臣民 都等在改館 要拿總統 卡董得下 通常是在任期的上位 老政府正臨後 現階段應該不會隨處理 現在也建議政府 跟社會來溝通 在到共識 才來進行評估 記者綜合報道 這部 文化